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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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近年澳门文创事业佔入佳境 加上政府大力推动下 亦令不少有以投身文创事业的人士 尝试创业 由于商铺的营业时间有限 澳门最贵的就是铺租 现在市面上推出了一款文创商品的售卖机 定期转换不同系列以及24小时运作 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有这个尝试呢 今集我们邀请到有密的联合创办人 Micalina和Ken 一起和大家聊聊聊 分享一下究竟如何将纪念品 买到像便利店那样方便 欢迎两位 你好 你好 不如Ken和米翘分享一下究竟 油蜜当初是怎样有这个概念的诞生 以及现在你们的经营情况又是怎样 当初为什么会想做油蜜这件事 其实我们不是刚刚毕业出来 然后突然想做老板去创业 其实不是的 我们两个都经营了一段时间 他就是负责设计 或者关于一些品牌的经营上面 大家都有一些工作经验 后来就觉得我们做太多关于海外的一些东西 发觉我们为澳门做的东西都比较少 后来就在想怎样可以为澳门做一些东西 我们觉得旅游纪念品 其实是一个给外面人看到澳门一个地方的媒介 我们又觉得澳门在这方面出色的品牌比较缺少 所以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 就觉得大家好像意念都相同 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品牌出来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平时去想到澳门的纪念品 第一时间我经常想到 就是经旅游景点的时候 看到I love Macau那件衣服 或者一些赌场的 譬如一些chips的锁匙套 其实在你们诞生之前 你们怎样看澳门本地纪念品的市场 我们怎样看 其实我觉得澳门本地的纪念品市场 其实我相信最严门一定是食品 其次就是一些非食品 其实我们觉得这部分 其实空间还是很大 因为你拿走的东西除了食物之外 你送给人 可能第一次送食的 第二次再送食 可能第三次就已经不再送食 反而在一些物质上比较可以收藏性的东西 可能就适合他们 其实很适合 因为我个人来说 譬如有些朋友去旅行 可以送纪念品给我 我最不喜欢收到的就是食品 因为吃完就没有 其实如果送一些去摆得 或者有些纪念价值的东西 我会更开心 所以各位朋友记住 如果下次要送纪念品给我 可以不要送食品 再说 油蜜的产品 如果不是食品 究竟有些什么纪念品 是你们现在最主打的呢 我们其实都算是营运初期 我们上年11月开始 正式由产品出售 但其实我们前期都做了一年的研究 那一年的研究中间 我们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是参考了 亚洲地区 甚至乎欧美地区的一些设计品牌 他们在做些什么 因为很多设计品牌 其实都会变成一个 当地去到必买的一个手信 那我们都会参考 究竟他们最受欢迎的 一些什么产品品类 我们首先推出的时候 亦都会按照那些产品品类 推出先 当然一些最基本的 例如 鑫章、鑰匙、扣名信片 这些是必备的 一定要有的 另外我们都发展了一些 家庭用品 例如杯葵、杯箭 这些都是 比我们想像中 受欢迎的一些产品 那跟Ken聊一下 在设计师的角度 你最先做这个品牌 你第一款设计出来的 纪念品或产品是哪一款 其实我们最初设计的时候 当然看回我们卖的地方 不同地方卖的 家庭有多大 或者我们放的东西有多大 都会影响我们的 本身的尺寸 或者我们要想的东西 其实我们 开始订了 我们有一部贩卖机的 一个选择之后 我们就开始想我们的尺寸 究竟 咦? 尺寸拿走的时候 是否一定要小件 其实我们比较小件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他们一代二代拿东西 可能铰匙扣 或者一些比较上 可以放得比较 可能放在行李箱里面 比较小件 就比较方便 其实 由于给大家的第一个观感 除了就是 你们的产品很精美之外 就是你们那部机 你这部贩卖机 都是你们很吸精的一个卖点 其实当初 为什么会想到 要用贩卖机 去作为一门生意 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理由 就是我们想省钱 因为我们两个自己 打拼了一些事业之后 两个突然贸然出来创业 说真 做打工制是真的好 比做老板 很认同 你怎样在你有限的职速 去做到最大的收入 其实我想 你是这样开店 围不到皮 而且你想想 其实我们最近要觉得 旅游产品 是要够亲民的价钱 够便宜 那怎样可以便宜得来 但我又能够遮住租金 那我们就在想 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省成本 成本其实最大的因素 就是铺租和人工 那怎样可以散却这两个东西 那我们后来就想到 不如用自动贩卖机 其实澳门目前 应该是没有品牌 是会用自动贩卖机 去买一些商品 通常都是食品、饮品 这类比较多 那后来我们也做到很大的尝试 就是因为澳门没有人做 我们没有人参考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摸索这件事 看看用自动贩卖机 是怎样可以去做到这一门生意 那最后就选了这个方式去买 那现在你们的机器 大部分分布在哪些区域 或者哪些位置比较多些 还有当初去如何说服 那个地方给你们去摆这部机 你刚才也说了 自动贩卖机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 当然是野食野饮 我想如果作为一个地方的店主 或者是一个场主 买野食野饮 自动贩卖机对你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怎样说服他们给你们摆这部机器进去 我们目前有的位置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20部机 在市面上 主要分布在一些旅游区 和旅客比较多的地方 例如一些酒店的Lobby 和一些Casino Mall 他们的商场里面的一些位置 你说当初如何说服他们 去给我们摆机 其实也是一个难度 亦都是可能是最辛苦的一件事 因为大家对自动贩卖机的观感 其实就是一部汽水机 可能觉得汽水机是一件 比较低档次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摆的店 都会主打一些五星级酒店的商场 他们会觉得 你这部机器怎样可以配合到 我的墙 令到我的墙不失礼 这个会是他们比较重要的考量 所以其实你都见到 我们这些机器是做了很精美的设计 还有我们都会跟它不同的场地 如果它有些特殊的需求 我们都会将设计去fine tune 去迎合它的场地的环境 现在的销售情况又是怎样 大家做生意 除了设计精美的商品 当然是希望有人去买 有人认识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现在的销售情况是怎样 每个月份就会去到六千都有 每个月六千件 其实这个数目是很不得了 已经是作为本地的原始品牌 还好 因为我们种类多 刚刚一推出就已经过百款的产品 所以OK 有没有统计过你们推出的产品 哪一种是最受欢迎 是最卖得的呢 是现在的 锁匙扣 因为不知为什么 你无论是有没有那么多锁匙 也好 那些人都一定会买锁匙扣 是 这个就是 无论如何买也好 一定是锁匙扣是最多的 明白 那跟Ken又谈谈 其实现在销售情况很理想 亦都找到一条血路出来 怎样去有一个生意模式 未来会不会在创作上 设计上 会不会想有些什么新的尝试 其实我们最后到 刚刚开始 已经计算了一系列的产品系列 其实我们现在走到第二条线 已经沿着 不是 走到第二条线 对了 接下来还有二、三条线 二、三条线 其实都比较有趣 和对我来说 是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第一线和第二线 其实都是折兴和世为 大家都比较熟悉 反而二和三条线 可能我们暂时未公布得住 但是这两条线 其实都跟我们生活有关系 比较连我们生活和玩的东西 令人很期待 你们将来的发展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 关于你们的 油民这部机 产品和一些创作上的理念 接着来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讲 一些关于你们 创业遇到的问题 或是经营上遇到的困难 我们稍后回来的时候 我们继续和这两位 设计加商业 结合了之后 在澳门买纪念品 可以买到便利店 这么方便的两位联合创办人 一起聊聊天 我们稍后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 有线互动新闻台 人才讲坛节目 回来 我们继续和大家谈谈 你们的纪念品 游蜜的一些经营概念 刚才在休息期间 我们的同事也有好奇 你们的一些自动贩卖机 其实在平时如何去保养 去监控 因为你是设计人 你以前就是读时装设计出身 大家应该都不是对机器很熟悉 那如何去做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靠经验的 一开始去厂 问关于这些机器的资料的时候 都沟通了很多 当然实际上 那些机器回来之后 又是另一回事 回来之后 我们一开始 因为我们不是说 一开始就20部机器出界 我们是慢慢逐批逐批的 那开始第一批机器回来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困难 亦都说回那些机器 我们怎样知道 是什么时候去保货 因为这都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其实现在的机器很先进 全部我们上网云端 即是有个平台后台系统 我们都会知道 实时是卖了多少 或者有没有机器故障 有没有停货 这些其实都知道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机器上 亦都会有一个客户服务二线 当客人买东西真的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们 或者我们会和场地 预先沟通 或者遇到客人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怎样去处理 或者怎样打给我们 我们可以帮忙他们解决 这件事都是逐步逐步去建立出来 如果坏机 当然这些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知道 都会尽快去处理 刚刚刚刚听到你们说 你们都希望利用你们的设计 或者纪念品去帮澳门做些事 其实在你们做些事的过程 你们觉得政府对你们的项目的支持 足够足够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政府很大力推动民创产业 我也知道 你不太喜欢别人说 你们的公司是民创公司 其实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呢 那个问题就是 其实政府之前 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想摆的地方很多 但是 无论有地方不是想摆就摆 譬如一些公共地方 或者一些政府 一些管理的地方 我们想摆的时候 我们想去问这个地方 好像没有地方去查询 没有一个大家可以知道的方式去问 反而现在我们也是靠自己的朋友 或者一些关系去找 所以这个方面 政府可能要公开事要支撂一些 对于民创公司的定义 你们的看法好像和一般大作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抗拒民创这件事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们 人家怎么叫自己做民创 我们不理 但是我们会比较定义自己做一个 做文化产品相关的公司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会否以后都只是做纪念品呢 未必的 纪念品其实对我们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澳门文化的一个再体 就是俄云这件事 去做澳门文化去介绍给人家 就是我们 产品上面全部都会写回 这个地方 例如大三巴背后有什么历史的 或者究竟我们的聚龙节 我们有聚龙节的产品 聚龙节我们究竟是怎么来 为什么唯一澳门上面这么特别呢 我们都会介绍这些知识 其实是我们利用这件产品 去载着文化去带给另一些人 另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会叫自己做文化产品的公司 多于说文创这件事 不理是文创的公司也好 文化的公司也好 我相信有一点大家一定会很认同 就是在澳门做相关的行业 经营上面应该都不是太容易 你看我便知道 我还要出来做主持 知道文创文化都不容易做 你们除了在做自己的产品之外 有没有去接其他工作去维持公司的营运 其实有的 你说是否我们特意去找他们 其实不是的 例如刚刚我们一推出产品的时候 是有些人或者有些企业 他们会留意到 有些新的东西推出 他们的产品都不错 质量都OK 他们就自然会去接近我们 就去问 你们会不会做一些关于企业的设计 或者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会接的 但是我们接是不是 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礼品公司 那些叫做专门做礼品的公司 他们会有很多现成 例如在一只杯上面 去印上你的logo 我们其实不是做这一件事 我们也不会拿回我们现在现有的产品 加回你一个logo 就当是你公司的企业礼物 我们不会的 我们真的会 整个公司去设定 它有一个文化 或者它的目标客群是什么 去帮他们去设计 或者是量身设计 一些适合他们送给人的商品 我现在初步都已经很了解 油密的一些核心的理念 和你们一些产品 其实作为一间文化产品公司 你们怎样看本地的设计师 或者我们本地的设计水平 这方面可能交给Kent 我相信澳门的设计水平 是有度进步的 当然比起我以前读书 或者以前看的设计 其实现在已经很成熟 成熟了很多 我又不敢说给什么意见 但我觉得设计师可以出去走多一点 或者看多一点 因为其实我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都很肯定自己 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当然要找搜索 但我都很少看本地设计师的作品 去做一些设计 因为我觉得 买走的人 我相信他是外地人 外地人比较多 反而太过于望自己的一些 本地产品 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 要出去走多一点 看多一点 Kent刚才说到一个很重点 就是觉得我们的本地设计师 需要开门眼界 走出去看多一点 其实大家现在经常都说 大湾区大湾区的概念 其实大家都会预视到 我们澳门 香港和国内的交流会越来越接轨 通过大湾区的概念 你觉得我们本地设计师 我们的竞争力 足不足以和其他人去比拼呢 其实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 足不足以和其比拼呢 我觉得首先不要怕比比拼 就是我们不可以觉得 别人本身比我们强 或者我们本身比人弱 因为我觉得 这个本身就是 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我们可能 我们优势就是 我们中世文化这件事 其实本身就是我们 很自然有的优势 那人可能 未必有我们 同样的一个背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应该去捉紧我们自己的优势 去发展出我们自己的路 反而不是怕和别人比 因为其实最厚 都可以和自己比 而不是真的和别人比 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是超越到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 除了技术 或者概念重要之外 要形成一门生意 能够持续发展 必须能够在市场上站得稳 可以自给自足 我有见过很多市场上的例子 设计师很强 但是在经营上会出现问题 其实你们的合作 又如何在这方面去互补 或者如何去克服这些经营上的问题 因为设计师 可能在设计上的理念 或者技术很好 但是在经营上做的事情 就未必一样 其实你们如何去合作 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的崗位 在你做节目的时候 说话就知道应该不一样 你先说 其实 被你说中了 是的 因为其实我和 Mickelina 本身不是认识的 也不是同一个学系 背景 但是电打我们会夹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一定是 就是希望将澳门的文化 可以带到外面 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配合的地方 你说有其他地方 其实我们还是要磨合 比如我们 因为设计 设计是用电脑做的 但是设计是一个实体 实体 要设计设计实体 要有一个制作过程 制作这部分 其实就是 Mickel比较上 是执着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是创业阶段 其实不能说 钱是如何去 亂用 是的 Mickel刚才小声说过 你们仍然会吵架 其实你们 吵的点在哪里 有没有最难忘 最深刻 最争持不下的一件事 其实我们两个性格很不同 我就是 看样子都知道 我是比较光烈 我会很硬 他就是比较会引让我那个 其实这个都是大家刚好的地方 他就是负责设计那一部分 他会收到设计那一部分很近 我就是负责看着整个营运 以及看着判数 所以我亦都会 其实我们中间比较多 就是关于一些设计到生产中间的一些问题 可能他设计想去这样做 但是我亦都会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 成本会加多多少 或者我们要辛苦多少 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出来 在一个时间的成本上面 其实是不划算的 他说我就是很紧张生产的 其实我紧张生产 一个人在持络中间的一个平衡 他就会很执着 这个设计不行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设计是差不多的 设计师有个习惯就是 有个对设计的执着 和一些都没位 这些都是会比较整天拗叫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觉得 你做设计 刚刚也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设计师去做生意 为什么很多都会失败 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设计能力很好 很厉害 但是最终你是需要设计 当然也有很多人就是 能个事务你可以设计 你可以去设计 你可以去设计 同一个人做完 但是也有很多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你无论 你的设计有多好都好 你都需要一个人去帮你设计出去 你有一个故事 其实那个东西才变成有价值 如果你设计不出这件产品的话 其实你多少努力的话 到最后也是虚钱 我相信你们的合作是可以发挥到互补 我完全相信 其实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上公司好 最后的方向都是 求观好 其实你们 好话不好听 都插了我的脚 进澳门的一个文化产业里面 那你们自己会不会有觉得 我们澳门文化产业 有什么可以改善 或者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你们在参与这个行业里面 会不会有遇到灰心的情况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真的是属于一个 起步的阶段 我们的文化产业 那你们作为业界的一份子 其实你们怎么看这个行业呢 灰心的地方 暂时太短时间没有 我们还是雄心壮志 不过你说怎么看这个产业的话 我们暂时因为 因为之前大家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政府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多支持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没有找过他去支持我们 那我们都是可以说是 自己努力做好了自己 那我们也都有把我们的产品 放在一些叫民厂的集合点那里寄买 也都看到其实隔壁有很多产品 或者一些店主都会跟我说 你们都会很努力去设计 或者都会经常来看 但是反观有一些是 设计朋友 他们可能会放在那里 就算了 他们不会再理会之后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很难说 因为可能他们本身有个正职 接着另外再做一些叫做手作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难再分配时间去专注做好这件事 所以其实我们本身 我觉得一个人的定位很重要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 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兴趣 原来兴趣可以卖钱的 就顺便 那是不是这件事呢 你来到节目尾声 那两位对于你们的生意 和油蜜未来的发展 有没有什么目标 或者没有什么期望呢 目标 你先说一下你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希望 在家建岛的 除了在食品手信之后 也希望家建岛油蜜的产品出现 澳门有一个自己的手信品牌 不是食品的 是礼品的 那些人来到澳门一定要买 另外一样都希望澳门的产品 可以去得更远 就是全世界人看到 一看就知道 这是澳门来的产品 我懂 各位观众 我相信一份好的纪念品 是绝对有助于提升 一个地方的形象 亦都能够令到旅客 更加对我们的地方 有深刻的印象 电视机前面的你都知道 敏仓和商业的结合 绝对是不容易的 听完两位嘉宾的介绍之后 所以大家 即使你不是旅客 你是本地市民也好 出街见到油蜜的机 见到有这么精美的产品 不妨支持一下 我们本地的文化产业 也多谢你收听今期的人才讲坛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